航母自二战以来便成为了一个衡量国家强大的重要因素 由于凭借着它巨大的容量 因此可以装载着诸多战机 无时无刻地都能对海上任意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 不过有利必有弊 毕竟航母自身过于庞大 很容易成为打击目标 而在航母防御这一问题上 对于全球第一海军的美国来说 早已得到充分解决 每次航母进行出海任务的时候 都会由大批护航舰艇执行护航任务 对此决士专家表示 事实上虽然美军航母战斗群的防范固若金汤 但并非没有继承航母的手段 经过中国多年的艰辛研究 现在已经拥有多种手段 能够破开航母战斗群 达成一击致命的效果 比如说我国能通过发射电磁脉冲武器 形成大面积电磁脉冲 不给敌方航母战斗群 使其中枢指挥系统 和所有一来电子技术的武器装备全部报废 这样一来就能让敌方航母战斗群瞬间瘫痪 在其面前就如同纸糊一般 另外甚至不需要击乘航母本身 只需要利用隐蔽渗透的潜艇 或者低空突防的导弹 使航母甲板被破坏 这样一来航母就起降不了舰载机 必须立刻返回母港维修 从而便能达到迫使航母退出作战的目的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这样的王牌武器对于中国来说并不会是唯一 前进在东方的这条巨龙必将会令世界刮目相看